在我當行動出神醫師之前 我完全無法想像說 我到家裡幫八隻貓咪抽完血 這麼順利的完成這件事情 我發現說原來貓咪在家裡 牠們的脾氣會少很多 基礎的設備有我們的血壓機 清電圖設備 抽血的設備 清整器 殲二鏡 磨藥的工具 還有一些配藥的工具 我們可以在市主家直接分裝一些膠囊 然後配一些簡單的藥水 就在一般動物園來說 你可能會疑惑說 市主在家裡餵藥有什麼困難的 會措施掉很多訊息 譬如說他們環境其實是非常光滑的磁磚 那這些大型老選都其實很不適合 對他們關節負擔會很大 像是我們最近也有在跟一些慈善團體 然後像是諾亞方舟 然後像是一些寵物旅館 做一些衛教課程的合作 那我們的主要理念呢 是希望透過這些衛教主座 把一些衛教資訊 還有一些預防醫學的概念 帶給一般的市主 那動物們 狗狗和貓咪 他們就可以 比較健康的 可以過完他們的一生 什麼樣的生病的動物 就去他們那邊治療 像是如果眼睛疾病的動物 他們就去眼科醫院治療 然後牙齒疾病的動物 就去牙科醫院治療 我希望建立一個醫療分流的觀念 然後每個動物醫院可以緊密的配合 呢